是这样啊 我跟你讲啊 他之所以挣钱 是因为你在后边用这种经商的智商 在支撑着他 对吧 你看我也这么觉得 我就觉得他智商不如我 是不是 对 英识 剪略童 是吧 大姐夫 我就觉得吧 我特别特别有经商的天赋 是不是啊 就我突然的感觉啊 就咱们家小米 小米长得特别像一个商界精英 你发现了吗 你好好看 对对对 长得特别像马云 什么呀 你别会说 马云是个男的 我说的是女的 商界精英女的 董明珠 哎 哎 你这块特别像 我偶像的董明珠 大姐夫 你说我能成为董明珠第二吗 你不会成为董明珠第二 你就是你 你是米粒猪 哎 你说我要经商 我是不是真的能行啊 小米啊 一定行 绝对能经商 对对 他这个经商奇才 是 你就试想啊 小米 在不久的将来 你成功了 你已经是大的企业家了 这个时候各地电视台都在采访你 长枪短炮的对着你 在这个场面 突然有一个人说 那个 你知道吗 他过去呀 是个业余歌手 哦 啊 参加过一个比赛 是个社区的比赛 虽然拿了冠军啊 但是那个投资方啊 是他二姐夫 有没有 你做个门啊 挺磕衬的 但是你不在乎这个事 谁说不在乎啊 我不能顺之不武啊 二姐夫 哎 我决定了 啊 我要退赛 哎呀 你现在退赛 那评委那儿 我不好做工作呀 不是 二姐夫 哎呀 真是个太难了 顺粉 哎 为了咱们小米 竞争的这个前途 你克服一下 对 二姐夫 就背用我们手 我一直说不下评委 你放心吧 我干就完了 好 哎 谢谢二姐夫 从今以后 我就不再是小米粒了 我是米粒儿章 好 好好好 好